在介绍APP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Oticon这间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听力装置制造商 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们创立以来 不断地支援听力装置的研发 那以下我们就来示范这个APP怎么使用 当你切进去的时候 你会先看到这个主画面 那会看到有大人版本和小孩版本 我们先以大人版本来做示范 那我们切进去的时候会发现 有三个关卡 我们先以左边第一个detection的部分来做示范 当你按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有许多小关卡 那我们先以第一个小关卡来做示范 在你测验前你可以先听听看 它要你辨别的声音是什么 好 那当转转转的时候 它会发出啊啊的声音 那你听到啊啊的声音 请按下去 代表你听到那个声音 那上面的绿色灯代表你都答对了 那我们看一下 测验的结果会在table上面显示 那刚才我们都答对 所以是百分之百 那当我答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发现 答错的时候上面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灯 好 那答错的结果就是 你不会拿到百分之百的分数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一关跟最后一关 有什么差别呢 一样我们在测验前可以听听看那个声音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是 第一关跟第二关的差别在于 第一关它只有 只要你判断两个 两次就是声音出现的地方 但最后一关它有六次的声音 需要你去辨别 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二关 discrimination的部分 那一样看到里面有很多小关卡 在测验前你可以先听听看这两个声音 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关卡它会将另一个声音 设定为out one 那目的是你在 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你要立刻辨别说 它是out one还是正常的那一个 那你的目的就是 当你听到out one的声音的时候 只要按下去代表 你能判断出 那个声音和正常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代表你答对了 那一样 绿色的灯代表你答对 红色的灯代表你答错 那可以看到我有答错 所以我没办法拿到百分之百的分数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三关 identification的部分 那一样看到有很多小关卡 那这一关主要的目的就是 它会播放声音 那你要判断那个声音的来源是什么 就像现在我们听到水流的声音 那我判断水流是从水龙头的地方出现 那第二个声音我不确定 我按微波炉 那出现红灯代表我答错 那个不是那个声音的来源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答错 我分数不会是百分之百 那我再示范一个功能给大家看 那那播放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不确定声音的来源是什么 我可以按一下右下角那个 help 的按键 那大家可以用黄色的光圈来圈出那个声音的来源 那我按下去代表我答对了 那可以看到在help 的帮助之下 我达到了满分的结果 那我们再以16张图片10个声音 这个例子来做示范 那你现在看到的16张图片是从前面几个关卡的不同情境下 所集合而成的图片 那它会播放10个声音 那你要在这16张不同情境处出来的图片来判断那个声音的来源是什么 那相较前面几关 它在情境之下 让你判断那几个声音的情况下 这种关卡是相对比较难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播放这个声音 那我听到我按下相对的图案 那当我答对的时候 一样它也是亮着绿灯 好那以上就是大致上就是 前面的关卡跟后面关卡来比较 它们不但有难以上的差别 还有将情境的这个因素去除掉 让你直接在这些图片中 直接判断声音的来源是哪些 那一样的话就是 它的声音来源相较之前 1到3个声音来讲 10个声音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只要简单叙述一下 小孩子版本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版本 按进去 那它一样有三个关卡 那基本上关卡任务都和前面成人版是差不多的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 小孩子版本的版面比较可爱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个关卡 那一样我们先以第一关来做测试 那一样在测试前你可以先听听看这两个声音的不同在哪里 那关卡的目的一样 它要你跳出它所定义为Odd1的声音 和大人版本比较不一样的是 大人版本是以波形图来展现 它播出声音的时候 而小孩版本是以吹泡泡的形式 相较于大人版本 我认为小孩子版本相较有趣一点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app的优点 那第一个 它是以互动式的进行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关卡就是 它播出一个声音 你做出一个回答 那我想互动式的进行方式 相对于枯燥的关卡进行方式 或是更能吸引使用者的注意 那第二个就是客制化的关卡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 关卡都是有分成大人版本跟小孩子版本 那小孩子版本相对设计上就比较可爱有趣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蛮贴心的设计理念 那第三个就是追踪式的成绩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完成每个 关卡的时候 就会看到你当次测验的结果 以及你上次测验的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 我是有进步还是退步呢 好那接下来我要对于 我介绍这个app autical medical做一个小总结 那其实autical medical它是一个针对于有听力损失的人所制作的附件软体 那我认为它有一个平易技能的设计 在使用app的过程中其实没有许多太困难的操作方式 连关卡的进行都其实蛮平易技能的我觉得 那第三个就是我认为它的使用对象不仅仅于有听力损失的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教导小朋友他们去认识声音 我的介绍到此为止 那谢谢大家的观赏